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1931年9月18日的晚上 七个绑着白色毛巾的日本士兵 在沈阳南门铁路的铁轨下 埋下了42爆炸药 随着爆炸声的响起 早就等候多时的河本墨中队 下达了对东北军北大营的攻击命令 第二天,整个东北军一枪不发,有序撤退 沈阳宣告全程陷落 这就是我们知道的918事件 而我们不知道的是 作为当时中国最强的军阀派系 918那天驻守在东北地区有20万的东北军 而日本关东军只有2万3千人 更狗血的是 918当晚攻击东北军北大营的关东军 只有区区650人 而北大营内的东北军有1万2千人 但他们收到的死命令是不抵抗 相当于是把东北拱手送给了日本人 于是在东北军撤退后的一周内 2万的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30多个城市 仅沈阳兵工厂 日军就缴护步枪15万只 重炮250余门 子弹300多万发 炮弹10万发 还有张学良多年积累下的各种飞机 260多架 手握着一手好牌的少帅 就这样毫不心疼的把他老爸张作霖一辈子打下了基业 一夜白光 那为什么张学良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当时的领袖蒋介石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样 918号 东北到底是怎么样的 本期视频真实军就跟大家聊一聊 918事变背后真实的历史真相 918事件发生时 当时张学良并不在东北 此时的他正带着他的姨太太们在北平听梅兰芳唱戏 9月18号晚 据梅兰芳回忆 戏唱到一半 就看到有人小跑进了包厢 正在少帅耳旁嘀咕了几句 然后少帅神情紧张 迅速起身后离开了包厢 然后就是东北军收到了从北平 发来了死命令 不准抵抗 不准动 把枪放在库房里 大家挺着死 为国牺牲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 也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 这道命令实在是令人无法理解 当时驻扎在东北北大院的汉子们 子弹已经上膛 就等着少帅一声令下 把来犯的日军打成筛子 可听到这道命令后 作为军人也只能咬着牙 骂着娘 然后照办 而张学良在多年以后 自己亲口给出的原因就是 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 一直都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所以当时觉得没有多大事 也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当时东北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是我没有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 没有做好情报 史料未及 我有责任 虽然是他本人亲口所说的 但是这种幸福力度还是欠缺的 且先不说之前日本人在东北 是如何的耀武扬威 欺负国民 早就让少帅先与不守 单单就杀父之仇 就足以让张学良误发出 可历史的事实 偏偏就是没有抵抗 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剖析一下其他因素 这个因素就是当时的党国领袖蒋介石 老蒋作为当时中国拥有实权的最高理想 你要说站在他这个高度的人 对于日本的野心一点都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但他在918事变发生前后 不止一次给张学良致电告知 以防守为主不要冲动 这背后的原因 除了老蒋认识到中日之间国力上的差距外 还有一个对他而言重要的原因 就是赤货 也就是共产党武装的中央红军 在918事变发生的七个月前 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 对共产党的瑞金中央根据地 进行第三次围剿 并发表了告全国讲师书 里面说到赤货才是中国最大的祸患 要求全力清剿国内的共匪武装 在老蒋眼里 918的发生 东北只是异主并不是沦陷 国内政权安定一致才是重中之中 从而也出现了我们常听的那句话 攘外必先安内 而张学良一直以来都信奉蒋介石的信条 所以就选择了和老蒋一样的忍让这条路 那如果当时选择不忍让 又会怎么样呢 按照我们现在对于日本的预谋野心来看 日本人在开始 可能会和东北军进行一段时间的僵持 但一定会就此找到借口不断增兵 直至全面入侵中国 也许老蒋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一面受敌总比内外受敌的好 所以选择了忍让 而选择忍让的后果 就是让日本人成立了维满洲国 企图要坐实侵略东北的事实 并在两年后和国民政府签订停战协定 要求中国军队只能待在长城以南 相当于变相的承认了东北三省属于日本 而日本人以东北为跳板 疯狂的在华北制造时端 策反南京政府的分裂 到了1937年 觉得自己忍让了六年的日本 实在忍不住 便发动卢沟桥事变 开始全面侵华战争 918事变发生后 从张学良到东北军 似乎都和不抵抗有关系 但背后的真相 不仅仅张学良 以老蒋为首的南京政府 都没有把国土沦陷这件事 作为一件耻辱来看待 反观当时的东北三省 作为第一片沦陷的中国国土 而且是对抗日本入侵时间最长的徒弟 东北人从来都没有选择放弃 辽宁义勇军 吉林义勇军 黑龙江抗日救国义勇军 等民间抗日团体纷纷成立 合成为东北抗日联军 还有赵一曼 杨静宇 等等太多的抗日志士 在为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而拼命 有日本的老兵曾回应 在东北 对于关东军 没有一条街道是安全的 对于日本人而言 可能无法理解 已经被中央政府抛弃的东北人 为什么还有前不后继 无畏生死的勇气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从918开始 在每一个东北人 乃至中国人心中 就已经深深落下了四个大字 还我河山 好了 我是真实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 叫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